感知中国力量军事计时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军事计时元旦特别节目2015军情回望 今天我们将继续和大家一同观天下气象看军事风云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2015年发生在中国的重大军事事件 阳光是最常见的天气现象 在阴霾的天气里却变成了大多数人心体的期待 自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世纪的918世纪开始 侵略战争的因缘从中国东北逐渐扩散 善良的中国人民自此生活在却是阳光的黑暗世界 直到1945年的9月3日 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长达14年的侵略阴霾终于一走而空 期盼和平的中国人民迎来了久违的阳光 70年后 中国举行了隆重的胜利是大阅云 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在和平阳光下奋勇前行的矫健步伐 在2015年夏末我有幸参加了九三阅兵训练的系列报道 在我的记忆当中 那一百多天的太阳格外的刺眼 而官兵们的训练也异常的刻苦 大家天天顶着烈日挥寒如雨 而这一切的努力只因为9月3日那个象征是胜利的日子意义非凡 2015年9月3日上午 灿烂的阳光出现在北京上空 照亮了古老雄伟的天安门城楼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多年大会 在这里隆重举行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14次大阅兵 也是首次抗战胜利日阅兵 接受检阅的除了中国现役军人装备和飞机之外 还有参加过抗战的老兵代表 以及来自17个国家的军队 中国亮点同时出现 令这次阅兵的直播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收视人数最多的电视节目 据不完全统计 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的318家电视机构 转播或部分使用了央视直播信号 有超过10亿网民同时在线浏览 收看纪念大会和阅兵事 如此盛世让每一个中国人热血沸腾 倍感由衷的自豪 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中国也邀请五大洲的宾客 一同来分享70年前的这份胜利喜悦 而这无疑增进了中国作为世界粉法西斯战争 东方主战场的集体认同 展示在世界面前的除了中国军人的卓越风采外 还有新中国成立66年以来的强国强军之路 新中国开国大典上 只有17架飞机能参加警域 周恩来总理值得安排部分战斗机在广场上空绕飞一圈 以壮升威 而2015年的胜利日大阅兵 不仅武器国产化率最高 与世界新界水平差距最小 更是赫然出现了 此前只是传说的反舰弹道导弹 东风21丁和东风26 两者各出现了16枚 显然已完全形成战斗力 看到空前强大的武装力量和军工实力 同时回想起侵略者当年入侵时 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伤痛 人们不由的感慨 使近代史上无数先烈的挺身而出和牺牲 才换来了今天的和平 这是一幅网友创作的绘画作品 它的名字叫做《最美的时光》 这幅创业时空的神奇画作 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幅画当中 包含了南昌起义 八路军时期 还有开国大典等等 各个时空下的人物 作者说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 但是他们却共同付出了最大的牺牲 他们亲手缔造了一个个历史性的时刻 因此他们有资格在这个时候感受最大的荣耀 2015年9月3号的阳光下 他们与我们同在 如果说阳光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藏 那么雷电无疑是大自然宏大力量的集中体现 也是最有震撼力的天气现象 在地面上 能跟天上的电闪雷鸣相比拟的 也只有战争场面中的刀光剑影 火光冲天了 在当今社会和平的大环境下 2015年代中国军队 同样上演了一出出轰轰烈烈的战争大戏 那便是在党中央 中央军委习主席 关于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的重要指示下 海陆空天演习场上爆发的无数霹雳 从北方的荒漠到南海的岛礁 从西太平洋到遥远的地中海 跨越 火力 联合行动等等一系列代号 处处响起 陆军的跨区基地化训练 海军的远海训练 空军的自由空战训练 频频举行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军事计时记录了数十场军事演习 那这个片段就是跨越2015驻日和军演当中的一幕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组镜头拍的是晃晃悠悠 但是这就是真实的演习现场 演习场上不允许有丝毫的迟疑 因为战机瞬息万变 所以就更不允许我们的摄像师 放下三脚架来 稳稳当当地拍一组规矩的镜头了 那么从这个细节我们就不难看出 2015年的军事演习 又向实战化迈进了一步 2015年 海军继续着保卫国家海上利益的航程 在5月的中俄海上联合2015一演习中 由中国海军林乙号 维方号护卫舰 和威山湖号补给舰 做成的中方编队 从一万多公里之外的摸岗出发 经南海 印度洋 红海 地中海 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旦尼尔海峡 进入黑海 进行了中国海军史上 离本土最远的一次演习 而如此大触摸的军演 很快就被他的姐妹片 8月举行的海上联合2015-2 中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超越 俄军太平洋舰队和中方参演部队 共出动20余艘舰艇 20余架飞机和30多台两栖装备 在日本海的彼得大地湾海域 克里尔卡角沿岸沿岸地区分别进行联合防空 联合法权 联合登陆等 科目的演习 两次演习后 居行的海上阅兵室也分别为中俄两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 献上了后比 首先攻占124高里 而后沿1号高路向1420高里发挥进步 因为直飞较多第四教育平常 与海军的实战化训练相比 陆军训练和演习的实战化程度同样毫不逊色 像这样的沙盘推演 是军事指挥官在进行战略部署时常见的一幕 而这样的情景在2015年红军的作战指挥部里 不但反乎上演 而且气氛紧张而凝重 职合官们压力巨大 2015年 陆军依然在内蒙古的演习场上 接受强大对手的虐待 随着9月24日 跨越2015诸日和J时兵对抗演习 在内蒙古诸日和训练基地落下帷幕 按照年度训练计划组织的29场 陆军跨区 基地化对抗检验演习 全部结束 安全陌生的作战地域 贴近实战的战场环境 挑战难度之大空前 将每一支参演的风军部队 都逼入绝境 难斗其限 从60年代开始 红胜蓝败几乎成了传统套路 然而现在 这种套路被一支训练有素的敌军所打破 2015年 29场红蓝对抗的结果 竟然全部是红败蓝胜 这样的结果 不得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红军的对手 一支为磨砺红军而打造的专业蓝军 以往 为了和红军部队有所区别 多数蓝军部队在演习中的着装 都是老式的迷彩服 如今 这支专业蓝军部队的面貌早已不同 多种式样的作战迷彩 绝不逊于红军部队的着装 而比外形更加重要的 是专业蓝军内涵的转变 他们研究战术技法 编撰剧烈大纲 这一系列的建设 无不促进着红军部队的创新和发展 打造过硬蓝军部队 势必会深入推进实战化的训练水平 在过去的2015年 空军的演习同样是亮点颇多 不仅按最高标准组建的专业化蓝军部队 在7月举行的火力2015山丹防空演习中正式亮相 作战旅团上高原赴边防出远海 放开空域自由空战 超低空山谷飞行等高难度训练 更是成为了新常态 实战化训练其实不仅仅包含演习 那么在日常训练当中如何贴近实战化呢 各兵种都有自己的办法 就拿空军来说 在以往降血或者是能见度差的情况下 以往他们就会在室内组织学习 进行地面准备或者是体能训练 而如今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改变 2015年11月 东北地区又一次降血 在沈阳军区空军某机场 尽管能见度很差 但航空兵团的飞行训练照常进行 同时这个航空兵团还着手制定了许多 关于战斗力提升的量化考核标准 严格规范官兵在军事训练中的行为 将实战化训练落到实处 今天是个晴天 那么像这样的天气呢 对于空军来说非常适合进行飞行训练 但是在实战环境当中 并不是每天都有这样的天气 那么实战化训练 实际上就是要求各军兵种 能够以实际战场环境为出发点 来组织训练 并将其量化制定标准 从顶层设计出发 让演习场上的雷电 扫过军队的每一个角落 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每年冬天 透重的冰雪总会覆盖北方的原野 但只要有一场春雨从空中落下 无论多厚的冰雪都会迅速融化 春天也将重返大陆 始至2015年的军队大改革 就是这样一场恰到好处的春雨 它将凭借顶层设计 富裕的力量和智慧 一扫过去数十年 各种因素造成的体制编制击毙 为快速提升我军战斗力 扫出障碍 相信大家对身旁的这三件衣服 并不陌生 他们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陆海空三军的军服 虽然经历了几次的改革 但是无论是八五式 九九式 还是我身后的这些零七式 他们也仅仅是在样式和材质上 有所改良 那么陆海空三军三种颜色 这样一个结构 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那么还有就是 像这个陆军的军章上的壁章 它所显示的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我们熟知的南京军区 广州军区 全国共七大军区 但是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所熟知的这些结构 将会发生改变 那么一切改变的起点 就源于前不久 刚刚宣布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2015年11月24日 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一轮军事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 这次军队改革 上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队正规化建设 中间当代世界战争的经验教训 下期21世纪 中国全面发展的战略布局 涉及领导管理 指挥体制 规模结构 政策制度等各个方面 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质性障碍 结构性矛盾 政策性问题 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 最大程度的增强战斗力 解放后 我们进行了几次大的军改 主要是在军队原额上做了削减 数量上虽然我们看的不大 但是由于这次我们是一个深化改革 对我们领导体制和指挥体制的变化 我想它的释放活力和释放战斗力这个作用 我们大概五年十年以后可以看得更清楚 这次军队改革引起的最为轰动的内容之一 要属台军了 2015年9月3号的阅兵现场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当中中年宣布 中国将采减军队原额30万 这一消息立刻建筑世界各大主流媒体的头条 30万人它超过了法国或者是英国军人的总数 成为了21世纪最大规模的采军 向世界传达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 但是与此同时 国内的舆论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大裁军会不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和国家安全呢 所谓减的30万 实际上对我们军队的战斗力 不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而且会有一个正面的推动 因为现在我们军队原额里头呢 很重要一条就是 作战部队的比例 跟这个非作战部队比例 这个作战部队比例偏低 俗话说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更新 很容易吸引眼球 但从军人的视角来看 军队并不是由飞机 坦克 军舰 而是由人员 机构和制度组成的 机构的效率和制度的优劣 对战斗力的影响 比武器更大 这次军改提出 要形成军委管组 战区主战 军种主舰的格局 军委是我们联合作战 指挥体制里的最高层 军委又管舰又管战 我们的部队也是 又管舰又管战 但是在中间这一层 战区和军种 这样是分开的 军种是管部队的建设 而战区呢 只有一个精干指挥班子 部队到他的管辖范围内 以归他指挥 这样是我们指挥班子 就进入面临战争情况下 也非常精湛 拉出去军农打仗 在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的情况下 我们的军队改革肯定会时间短 效率好 全面彻底 没有阻碍 令世界花木相看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 已经为忠诚强大 高效的未来人民军队 和国防体系绘制了蓝图 这一蓝图 必将伴随着军队改革的春雨 化为现实 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您收看军事纪时 元旦特别节目 《2015军情回望》开会 在云南野外山岳丛林地带 某边防连官兵 开展了一次别具克服的野外野业 两支侦察小分队翻越大山 跨过河流 与此同时 他们还要随时防备 巡逻小分队的拦截掛 面对一系列的困难 究竟谁才能成为最终的影响 军事纪时下期播出 红林里的队群